兩個非常奇葩的新聞 一定要聽 因為現在下大雨 很多人收閃的風 動作就是這個閃一縮 就用肚子把它戳下去 大陸有一個女子 她就是這樣 拿閃的戳肚子 就沒想到 把她體內的黃體給戳破了 讓她很痛 私密臭也痛 肛門也痛 差一點運過去 到底怎麼回事 她說如果你剛好試運 適合懷孕的時候 還有早上排便太過用力 還有劇烈的運動 還有你經過了 高強度的性生活 你這樣黃體 可能就會出狀況了 還有人討論說 這個女孩子收閃 用肚子這樣戳 我感覺這個女孩子家教不好 有扣分 有引起這些討論 另外一個奇葩的新聞 我們現在台電要告訴大家 說幫你遠端遙控 你們家的冷氣 如果覺得這個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降幾度 或者幫你關 等於說你家電要受控 現在有冷氣除濕機 充電樁 要遠端來遙控它 你配合它這個方案的話 三大電器每度會回饋 10塊錢 所以這家台電 它發送了這些節電的通知 那這些家電就會自動控制 幾度 要不要關等等 或者是把它改成送風的一個模式 經濟部說沒有缺電 我們這是一個非常創新的 全球都在做的一個節電的新的模式 但是國民黨立委就說 你這樣不就是幫人家住宅裡面 幫他自動斷電嗎 而且你的時間是下午2點 到晚上10點 如果你要節電 為什麼要分下午最尖峰的時候 你應該是分散 精神在節電 而不是針對尖峰時刻 當民家的立委吳思雄說笑死人 全世界都在做沒有智慧 龍介兄怎麼回事 你那個電器 馬達就是關在起 那是最傷重的 其實你運轉以後 後面的用電 那個就不會很重 啟動的時候 你重新啟動 那就吃重電 然後你說每度回饋10塊 你就知道我們的電 台電是怎麼虧損 然後氣電公司他叫你說 這個時候大廠不要用電 然後把用的電節省給我 那個都是超額度的去買 那你告訴我們說沒有缺電 原來台電是從這裡 把長的電找出來 沒有啦 台灣真的要很務實 秦德兄你自己選權 都已經承諾過了 不排除 然後你現在又開始把 灰核家園這個死報 那大家都知道你想要改變 你怎麼變成說 你又不願意面對 要說我跟你講 不是只有缺電問題 過去八年我們的碳權 跟碳排放 我們幾乎是空轉 所以你看彭喜民上海一起講 碳費一定要課 就算零元也要課 那只是一個開始 過去的空轉 你們是怎麼弄的 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等於是企業有的是 先跑在前面 所以台灣的能源政策 假如你不要 叫你們家說電器 電視 平衡有的 沒有的 時間到 那你這個末端控制 是誰在負責 剛才我看一個小姐 阿公 我進來 我們那個妹妹說 會不會被看光光 你會不會留有後門 對不對 會擔心這個問題 不過今天有一則新聞引起全國的討論 在台北市內湖有一個老闆 他其實個性非常好 四十幾歲 他準備要開寵物店 準備了好幾百萬要裝潢 但台北市政府有一個奇葩的規定 就是如果你是寵物店或美容店 會有聲響的這一些 你有個規定 就你開店的時候 你必須要整棟的樓上 還有你兩側的鄰居要同意 要簽署 你才可以開這個店 這個非常規定 非常複雜 但是這個老闆 他就按照規定來 兩側都同意了 樓上幾乎都同意了 但他的樓上的二樓遲遲不簽 他就跟他談 看你怎麼樣 結果他說這個二樓的部分 二樓願意答應但有個前提 要幫他做局部的裝潢 結果他做了之後錢給了 就沒有想到 這個二樓突然就不願意簽了 導致他這個店就卡在那邊 已經花了四五百萬 然後每一天 沒有辦法開店做生意 但他的人力成本裝潢 加起來至少要20萬 一直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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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五月的時候 上過一次新聞 因為他情緒崩潰 大罵二樓你放過我吧 這影片出來的時候 當時拍影片的人 還幫他求情說 這個人真可憐 老闆 他所有的鄰居 這是其他戶的鄰居說 我們整棟都簽了 兩側二樓以上的我們都簽了 就只有二樓不簽 很奇怪 他當時有講說 幫他做陽台的修繕等等 他花了十多萬幫他修繕 最後說不要 反悔了 就不簽 導致他的店一直卡住了 就這位47歲的黨男 但很不幸的是 他今天早上因為壓力過大 選擇在店裡面親身 大家聽到新聞非常錯愕 然後他的鄰居們 還有他的朋友們 都非常傷心跟難過 他的太太 店長李小姐之前五月的時候 這個爭議發生的時候 他就有講過 他說二樓就說要簽同意書 等了一整天都沒有出現 那這個二樓變成千夫所指 怎麼把人逼到絕路 二樓的屋主在五月的時候 曾經發過五點聲明 他說我絕對沒有跟他說 裝潢這事情要他出 跟他達成共識 根本沒有這回事 那剛剛又再出來 他說沒有 這完全就是一個謠言 在我們聽起來 就變成有一點羅生們 再請教我一下 這件事情是今天在網絡上面 討論度最高的 應該就是這個新聞 因為他涉及了這個不幸的事件 然後他的內容又被指向說 你為什麼會跟樓下講說 你幫我做裝修之後 我就答應讓你開寵物店 我就簽同意 那剛剛又說已經講了 根據台北市的 他是住宅區 他要開寵物店的話 他的左右兩側跟正上方 這三間都要同意 就現在左右兩側同意了 那樓上還沒同意 三樓以上也都同意了 只有二樓不同意 那樓上的要同意 那二樓不同意 那二樓有沒有開出條件說 你幫我裝修以後我就同意 現在是樓生們 二樓說他沒有這樣講 第二個 那你我幫他裝修 因為他二樓確實有裝修 對不對 現在我看到下午又跑出來 幫二樓裝修的 那個裝修業者講說 第一說什麼 我從頭到尾接觸的業主 就是二樓 不是一樓出錢 叫我去幫二樓做 那所以 因為這件事情涉及 有人這個已經親身了 我覺得 雙方或是多方的說法 我們都要據成 現在看起來就是 這個業主 他本身就是 覺得非常的委屈 然後他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然後做了這樣子 不幸的事情 可是如果他跟二樓之間的糾紛 現在屬於各收各話的時候 大家也不要一股腦的 我看到網路上面 在罵二樓的人還不少 可是二樓 二樓也會有壓力 大家先不要這樣子做 我們先把事情釐清來 那因為臺北市的規定就是 他必須要周邊的出貨都同意 所以當初他選擇 在大家都同意之前 說實在的 就先不要 先不要左手去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會比較保險 因為他要不要拿到 那個同意書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花了錢 我覺得親身的這個店主 他們可能要拿出 譬如說有通訊 或者更多的證據證明說 你真的有答應過 這一個交易 對方反悔 因為現在變成是羅生門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要看後續的一個發展 那臺中我們有另外一個新聞 昨天這個第一時間出來 大家聽到訊息 是有一點 有些人覺得同情他 但我自己聽到覺得有點差異 對這個小女童我覺得有點擔心 那怎麼回事 台中的這個務封的警察 中部務封的警察 他們發現說怎麼會半夜 三更半夜了 一個爸爸帶著八歲的女童 在馬路上走啊走啊走 天氣又這麼熱 怎麼回事 結果一問 這男子自己說 他在台中市中區的工地打工 公司突然倒閉 他住在宿舍沒有收入怎麼辦 想說直接帶著女兒 徒步走回南投 走回南投是30多公里 他住在台中市的中區 結果他走走走走走到一半 其實也不到一半 不到五分之一 到台中的大里 他突然覺得體力不支 小孩這樣子也沒辦法 所以他再折回去 台中市的市區裡面 然後半路被警察發現了 大家就想說怎麼那麼辛苦 那麼可憐 所以中立有一個建設公司 老闆也說願意提供他工作機會 女兒上學也願意免費的資助 不過風回路轉 這名男子的媽媽 女童的阿嬤跳出來說他說謊 他講說不是這樣子 他說因為其實兒子是在夜市裡面 做這個擺攤 做零工 兒子跟他們的個性是不合的 感情不睦 小孩因為必須在南投 好好穩定的就學 他們希望幫他帶小孩 但是懶得又不要 突然有一天想要到台中找朋友 結果後來發現說 突發奇想 帶著女兒徒步走回南投 結果被警察發現了 所以一樣又是突現另外一套的說法 請教我們看 我覺得這個case 因為已經到了高風險的狀態了 台中市的社會局可能要 至少是協助 不要說直接講介入 為什麼 因為這個爸爸現在看起來 他在處理事情上面 遇到了困難 第一個他沒有工作 第二個他沒有錢 那光是他要把女兒 現在小學三年級 大概就八九歲 要從大理走回南投 這不太合理 半夜 褲夏 走三十公里 那一般大家講說 他們可能走投無路 或是怎麼樣 那可能下一步 我們就不幸 無論是客運做到南投 也沒多少錢 那現在剛才又說講的 跳出來有人可以照顧這個小女孩 是誰 就是阿嬤 還有這個爸爸 他還有另外一個兄弟 大伯也願意照顧他 有一個很高 就是說這個阿伯要照顧 阿嬤要照顧 可是他也不願意 那因為他現在爸爸 還算沒有工作 你也不能強行就接觸 把小孩帶走 他可能也會情緒上 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我覺得 現在大家看這個新聞 我覺得他可能要先去評估 我們台灣大家都很有人情味 我相信現在馬上很多人想說 我們來想辦法捐錢什麼 可是先了解一下 他們是不是情緒上 或怎麼樣出了問題 那當然給他一個工作 讓他能夠有辦法 去照顧他的小孩 這也是很好的方法 我覺得可能要先查一下 半夜走三十公里 有沒有虐童的問題 這樣子社會局 就可以介入調查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陸的女子到大阪旅遊 她搭了電動的自行 你看到這個畫面 自行的電動行李箱 其實滿多人騎的 但是現在破天荒第一騎 日本的警方正式的 開罰了大陸的女子 因為這個地點就叫大阪 這個是30多歲的女性 騎 警方把他攔下來 說你這一台時速13公里 所以我們把它定義成 輕型的摩托車 你有駕照嗎 沒有駕照 開罰 重罰台幣1萬1到1萬3 這個價格相當的驚人 其實非常便宜 我們看到網路上官網裡面 是2449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人民幣 其實在去年9月的時候 我們也很多名的男子 在我們台灣的桃園機場 也是這樣子亂騎行李箱 在那邊串 串 串 當時也有講說 大部分的縣市是不開放 讓他騎上路的 如果騎上路的話 是可以開罰1200塊到3600塊錢 其實這個箱子 包括布拉拼爾 其實他們也有拍過相關的影片 大家都覺得好可愛 還卡哇伊 請教尾翰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日本現在目前 就第一個例子 是在日本的大阪 然後是一位 這個中國大陸級的30歲的女性 那顯然她的這個電動行李箱 她現在是有可能最高 要判到三年的徒刑 或是50萬元日幣 等一下 剛剛這個我唸得太快了 這個不是罰金 是要售價 對 我幫你補充 那個是價格 買大概就是一兩萬塊台幣 但是日本有可能關三年 為什麼 因為她的 對啊 關三年 她這個案子沒有被判到三年 最終關三年 或者是50萬元日幣 最終可能就是你沒有罩 然後撞死人 對 他只是說他要罰他 這個要撞死人可能有點難 那因為那個過程當中 看起來不愉快 就是大阪的警方取締他 那個女子講說我為什麼不行 那因為她的速度 已經到時速13公里了 可是應該不是只有她騎吧 當然 可是問題是 那麼多人騎為什麼針對他 不是 就被警察看到 你在那邊騎 對 那問題是在日本這個東西 你能移動 你基本上你就不能把他講說 這不是車 這只是行李箱 他確實能動 第二個 他能動是因為電對不對 電動車 那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如果說有電的話 離電池可不可以放行李箱 不行 一定要帶上飛機 對 而且他的那個重量 他的電池現在越做越大顆 都已經超過他的標準 我這個問題會是全世界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機場 其實也有在注意 而且我發現他起火 對啊 因為 大家好 我是謝阿州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